其他焦点来看到最新消息 前立委陈柏惟被之前竞选团 对一名女性前志工指控 2020年的时候曾用言语以及肢体上对他性骚扰 包含了在坐车中用脸磨蹭他 甚至要证明前志工当代理日母 对此陈柏惟稍早道歉了 我要因为我的不当言语公私不分 先跟你说一声抱歉 我认为我们当时经历了选举罢免补选的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是志工凡里面的一份子 在志工凡里面大家有开心有悲伤的时光 但是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造成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不谅解 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 我希望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才能够得到你的谅解 最后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谢谢 道歉 可以看到陈柏惟鞠躬表示自己不当的言语 对这名女性前志工带来困扰与不适感到相当抱歉 也希望可以获得他的谅解 另外陈柏惟也表示自己伤害支持者的期待与信任 认为连自己的支持者都照顾不好的人 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民意代表候选人 至于关于姓平的部分 自己的确有所不足 将深刻反省 日后也会更谨慎仔细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